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马英九前总统从中国大陆 记组回来之后 现在到了希腊去参加论坛 而论坛中很多谈话 包括名称 头衔 再度引起了国内很多的讨论 在希腊论坛里头 他就说当国的总统都跟他道歉 说对不起 头衔如何如何 但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谈话告诉大家 台湾不是乌克兰 也不希望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 这两个都不要 但是九二共识 却可以让两岸各自表述 对于一个中国这件事的定义 含义 所以九二共识会成为两岸之间 和平的护栏 那么俄乌之间就不会存在这样的机制 他还批评这个蔡英文总统 就是因为不重视 不承认九二共识 反而让两岸的和平失去了希望 甚至让两岸之间越来越危险 但是大陆陆委会 当然就立刻批评马英九 失态 批评自己的总统吗 顺应中共说辞吗 等等 那马办也回应说是 恶意扭曲 建设当上去 那么中国大陆方面也回应了 宋涛表示 只要回到九二共识 两岸就可以谈了 那么所谓的九二共识 对于两岸协商来讲是重要的关键 台胞 他说台胞关切的问题 就能得到妥善解决 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要怎么谈呢 当然可以进步再谈 但至少复谈两岸重新有沟通管道 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有机会了呢 而怎么谈进一步 两位两方的这个智慧来做判断延续了 但台湾经济呢 现在在两岸关系紧张之下 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嘛 接下来未来的所谓的审定的项目 还不知道会如何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已经连三季衰退当中 以后不是大家都在大复苏吗 但是台湾呢 却是主机部发布的第一季 经济成长率衰退到了3.02之后 四月电价却反过来大涨 调涨11百分比 央行三月持续升息 外界预估第二季经济成长 一样GDP很难期待 以这个数字来看 Q1已经到了-3.02了 再往上走Q2 Q3 很难连保二都难 所以今天GDP如果要保二的话 有个关键 解封后的中国会是关键 解封后中国现在这样经济大复苏 但是台湾出口到大陆的占比 现在下降之后 有没有办法回到四成以上 会是重要的活水 但我们的蔡政府要不要呢 要不要恢复这样的机制 或者接下来会不会有更严峻的挑战 是面对对岸的抵制呢 蔡英文对于台湾的通膨 有没有感觉 这个她告诉大家 当然是有感觉 说是透过加薪减税 增加福利要让劳工更安心 那么大家有不同的解读 是因为直接实际来演检验 八成的劳动政策 曾经提出来的是 都跳票了吗 从二零一六年执政 现在已经最后一年了 十八项的劳动政策 有八成不是已经跳票 就是在跳票边缘 这是民众党所提出来的 所以就要赶快呼吁她说迷途知返 否则只剩一年执政时间 也不能躺平不管她的历史定位 会是什么呢 当然过去李远哲曾经公开讲过 蔡英文总统当她面讲 二零二四以后不管能源或什么问题 都跟她没有关系 因为不是她的任类 所以她现在对于长远的政策发展 不关心吗 黄重燕在《韦汉》的节目里面受访 她就讲 蔡英文在任期里面 其实常常就会脱口讲 还好我们这种日子 只要再过多久多久 她意思就是说 二零二四以后不是她的事 这种说法是只是一个 口头禅吗 是这种意思吗 来听听她的谈话 比方说前一阵子 因为这些民生物价的部分 总统会很关心说 你不要以为这个只 你不要以为说我们 别人长了十块 我们长一块就没有关系 她说每一样东西都长一块之后 你知道会影响 有多少人的每个月的支出 有小孩的怎么办 而且我以为是伪汉的节目 另外一个前辈的节目 无论如何 就是在这谈话里头 她帮蔡总统解释 她很关心 长一块跟长十块的比例 可是事实上是这样 我们的比例跟国外 欧美的国际物价 完全比例不是这样算 怎么会是一跟十呢 所以才会有 中庄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 邱俊荣就说 为什么台南比台湾比较难承受高物质 而且我们大部分是生活的物资在长 那是因为通膨比2.35的严重程度 会比美国的5%还严重的原因 是因为薪资各种的比例 还有社会福利的比例 而台湾的CPI里面 食物类这个年增率 却是亚洲第二高 食物的影响为什么最大 因为民众需要 民生物资 就是要吃开了门 总是要吃饭 这些物资的涨跟薪资比的比例 所以才会让我们台湾对于承受物价的涨幅 更难以承受 而蔡总统好重视 好关心稳定物价 那他的物价稳定的怎么样呢 令北郝又回应了 蔡总统真的很在意稳定物价 毛猪价格涨破百了 那么历史高点 一方面说要爱台湾本土农民 一方面出手打压价格 减少农民收益 肥的是谁 而稳定物价却还是在涨 从我们看到两岸的九二共识 一直谈到了物价的问题 蔡总统的任内 这些议题也持续 还要收到最后一年的检验 也影响下一届 賴清德的选情 韦翰 我觉得今天谈论的话题 应该是明年总统大选的核心中的核心 那先跟大家报告 马前总统应该成为国民党 总统参选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几乎不可能吧 一扒有没有 那他不是总统参选人 可是他对于这个两岸的看法非常明确 又到大陆去访问 现在又到希腊去 那他讲的这个东西 国民党党庄 我的论述都是一致的 是不是马英九前总统的路线 那如果总统参选 比如说侯友宜 他有的部分 他尊重九二的精神 他不走九二共识路线怎么办 这是奇异 第二个 马前总统的论述 我以前跟潜秋朴跑马前总统 我对他的论述是了解的 而且我也觉得 我对他是蛮尊敬的 他讲到这个九二共识 跟所谓的我们的一中宪法 一国两区 我都理解 你到希腊去讲 九二共识才能够避免两岸战争 我觉得也都可以 可是我觉得他不用在国外去讲 就是蔡总统违宪 因为这个是有争议的 像陆委会现在马上回皮他 今天刚刚郑文灿也出来骂他 就民进党就全力攻击马英九 我想结果论 那你一直攻击马英九 如果真的要选总统的人 他反而就反而就被边缘化了 我讲会有这种实际的效果 第二个 蔡英文总统 他确实在臺灣有很多人 觉得说他会把两岸带向战争 这是事实 可是他两次选举 尤其第二次 他确实是不要九二共识 中央上选上总统的 所以你今天 你马前总可以批评说 九二共识如果不用 两岸很危险 我觉得enough 够了 你要去直接解读说 我们的总统他违宪了 他说两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可是现在这样子想的 臺灣的民众其实不少 那你这样一讲 就等于把马英九 連带把国民党一起 这样子异见的人 都不投票的国民党了 这对国民党的二零二次选举 其实是会有点 会有点风险的 好 简单讲就是 马前总统认为两岸 应该可以走九二共识路线 然后以其不打仗 而且按照我们现在的宪法 宪法也是可以修的 只是他门开很高而已 我们叫做一国两区 我们是自由地区 那么叫大陆地区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就会有没有危险 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 討論空间 因为这句话并不是说 那块土地我们不要 只是我们的国土 被另外一个政府给占据 对嘛 那谁叫你一定要承认他呢 以前两长总统 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也没有 所以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时候 有一点游走在那个文字边缘 你要直接解读 他就是违宪 这个是有争议的 何况你到国外去 就直接批评我们的前任总统 批评现任总统违宪 这个会是 我觉得难怪会引起一些争议 我觉得是这样 淑慧怎么看呢 也难怪就是马总统 无论如何去大陆的论述 会到希腊的论述 其实国民党中华 并没有完全接招 我现在看到这个 台湾经济恐连三季衰退 是在从去年的这个Q3 开始算 那奇怪了 几个月前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说 去年的经济成果 让我们超征税4000多亿 这个是经济扩张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经济成果 所以要跟全民共享 原来现在数据出来 我们是连三季在衰退 那现在是怎么搞的 怎么办 前辈你明天好像都花完了 你告诉我们说那是经济成果 所以导致超征税 现在发现不是这个状况 蔡英文 这个黄崇晏说蔡英文 连涨一块钱他都关心 那你怎么不关心我们这几年 房价涨了30% 短短的三年 在疫情在全民都干扣的情况之下 房价可以这样一路飙涨 然后政府越打房 房涨得越好 这个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这个大家会觉得说 是你政府下错药呢 还是你去刻意的下错药 三年涨30% 好了 五一劳动节要到了 民进党曾经说 劳工是蔡英文心中最软的一块 之前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曾经要提案修改公司法 要求企业获利的盈余拿出一部分来做员工薪资的调整 民进党反对啊 你不是连这个涨一块钱你都心痛吗 你不是说劳工是你心里最软的那一块吗 我们的企业大家看 每一次都说财报获利创新高等等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劳工没有相对应的这个薪资成长呢 因为这些大老板都把它变成鼓励 发给这些大股东们 所以有的大股东们每一年光鼓励 就可以收入好几亿 甚至十亿二十亿这样收入 可是完全没有反映到劳工薪资的调整 那你想想看连修法这件事情 盈余提拨到劳工薪资的反应 民进党都反对 然后你告诉我说小英 连这个一块钱他都关心 大家就回想去年的除夕夜 蔡英文你的除夕大餐是什么 毛哥怎么看呢 我一看觉得马贤总统在国外批评蔡总统 这番谈话是有争议的 你认为 我觉得就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来讲 马英九总统讲的是 他作为一个向宪法宣誓效忠 然后就职 然后当完两任的人 马英九自己的职位上 他必须是一个宪法守护者 他讲这些话 其实我不认为有什么大错 因为中华民国确实在我们的宪法 目前你高兴或不高兴 你民进党不高兴可以把它废掉 你可以正名自宪立一个台湾国的宪法 然后给大家公投 我没有意见 但是在废掉之前 总统副总统还有中央的立法会员 你们都是对着中华民国宪法宣誓效忠而去就职的 要不是你们承认自己是骗子 如果你们不对宪法效忠 不遵守宪法去做事情 你们就是骗子 你们就是诈骗集团 要嘛你就必须捍卫好这部宪法 而这部宪法 中国只有一个叫中华民国 这是事实 你不喜欢你就把它废掉 没废掉之前它就是事实 我们政治人物台湾 所有政治人物最大的一个错 就是彼此习惯不诚实 而不诚实久了 都还觉得这样是对的 所以一个在骗一个 一代在骗一代 但是遇到现在问题出现了 当我们跟对岸 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关系处不好的时候 贸易衰退了 其中还有一些是我们自己 甚至是我们自己不可控的 可悲到什么 美国说晶片不准卖 所以我们有很多高科技的产品 现在跟大陆是很紧绷 甚至要靠别的转口出口贸易 来回避或规避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跟大家讲 最惨的时候都还没有到 跟大家报告 6月1号开始 有一个条约要生效了 叫RCEP 东协加4的RCEP要生效了 而我们不在里面 马英九时代 我必须很实际的讲这件事情 差一点点就要完成了 就因为整个太阳花反扶帽 等等到后面全断了 RCEP我们没有进去了 然后RCEP它跟东协 之后的那些免关税 种种的东西 我们每年要受影响千代的 光税金我们要损失的 就还有好几千亿台币等着我们 现在很惨了吗 衰退三季又怎么样 未来要衰退几季 你还算不出来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我提醒一下 包括国民党所有要选总统 选立委的人 你们对两岸的论述 差到没有水准的地步了 马英九今天讲台湾两岸 跟怎么样去互相看待 跟解决纷争的九二共识 这一回事 会是你们未来在遭遇 民进党步步进逼 甚至连赖清德都可以用台语 去翻译习近平2017年 跟川普讲的那句话 太平洋够大 放得下美中两国 你会想得到这句话 从赖清德的口中 被讲出来统战吗 而且还是翻译台语 在追思孤宽敏的追思会上面 讲出来民进党还有什么话 说不出口 如果在两岸的论述上 没有把握 不会讲 马英九所有的示范 你们搬去用 马英九在大陆讲的那些话 国民党反应太慢 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 至少你要去想一想 他这一次在希腊 这个经贸论坛 和平论坛上面讲的这些话 醒过来 这些话对你们来讲 是最好最好的护身符 而且照着这个方式讲 对所有的中间选票 中间选民的支撑力道 是最大的 因为大家不想打仗 也不想把小孩送去 当一年的兵 也不想要我男朋友 现在保二总队 会不会改天就变特战队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 目前现状 台湾现在真正需要的 就是安居乐业 这么简单四个字而已 如果国民党不知道 自己的两岸论述往哪走 最好的方法就是照着 马英九的话去走 然后蔡政府必须要 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们 经贸也跳票